要不就说做这个自媒体人说话一定要严心谨慎的 你看今天早上就有一个网友来跟我聊天留言的时候 他就开始有点怪罪我 说一心姐我现在都开始怀疑 都不知道当时听了你的劝全面止损了 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的 因为这个网友呢 也是我们咨询完了时间很长了 那个最少应该跟随我半年多了 然后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怀疑 到底全面止损是对还是错呀 我说如果你没有听我的劝告 你当时的时候还在一卡倒卡 我说你还有多少能力能够继续抖开抖下去呢 反思了一下说好像也没有多少能力了 所以说呀你当时及时止损对你来说 一定不是你自己的一个 就是说刻意而为之的一个选择 不是因为你听了我的一句话 我说我应该全面止损 所以你去全面止损了 而是你即便是不听我的那个视频 然后呢其实你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你根本抖不动的一个情况下 这我全面暴离掉了 所以说呢他当时就想找一个心理安慰 其实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听了我的一些劝告或见解 反而这个就是正好相反的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 你还能够在可控的一个发言之类之内 你及时止损的情况下 你的债务金额实际上是在控制的一个 金额比较小的一个前提下 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这个劝解的话 你的收入能力没有办法覆盖着你所有的负债 你每天都是在一代两代一卡养卡 那么周而复始下去的话 你这个总负债的这个就增长速度 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及时止损 那才能够有可能 你在最小的一个风险下 现在还没有余期 还一直在一代两代一卡养卡的过程当中 忙忙的抖的大家也要去提个醒了 你们自己要想清楚 自己是不是前因和后果 你都想清楚了以后 是不是真的 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抖下去了 是不是应该 现在就开始做全面 余期或者说全面止损的一个心理准备了呢 我是一心姐 人生是一场修行 好好自度 自力 理他